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呢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特朗普 再次遇到了刺杀 这是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第二次面对刺杀事件 这也是美国当年里根总统遭遇到刺杀之后 很多年没有发生的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 直接面对刺杀的死亡威胁 一时之间呢,美国的舆论废然 甚至有人提出了特朗普到底还会活多久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就对这次特朗普遇刺的事件 谈一谈我在更深层次的一些理解 虽然这次对特朗普的刺杀 相信很多反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也会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从现在的美国大选行事来看 特朗普并没有占上风 甚至可以说特朗普和万次的组合实际上是落于下风的 当然是月份大选的结果到现在并不明朗化 估计还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 不过以现在哈里茨沃尔茨组合的形势来看呢 最少他们的支持者会认为赢面是比较大的 从现在美国的情况来看呢 就像我之前反复强调的 两党谁先向前迈出步伐 哪个党就会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之前特朗普和拜登打对台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占有明显的上风 但是当民主党拜登退下来 换成哈里斯成为新的总统候选人之后 马上民主党就扳回了劣势 同样的道理 如果特朗普真的被刺杀 那么共和党一定会推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 而这位新的总统候选人不出疑问 肯定会是共和党新一代的政治领导人 比如说黑利 比如说德桑蒂斯 那么就会和之前民主党换上哈里斯一样 产生非常好的正面效果 而之前呢 在共和党内部的总统候选人竞争中 无论是黑利还是德桂蒂斯 已经将他们的政治观点 以及施政方针表达得非常清楚 所以一旦换上他们的话 时间的紧迫的负面效应并不会很大 甚至可以说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共和党换上新生代的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新鲜感 反而会给共和党的选举带来不小的好处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刺杀特朗普 从竞选的客观实际角度来看 绝不是明智之举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呢 这其实牵扯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 这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 一个自诩为进步的政党 它的内部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任何一个社会 当它需要出现重大社会变革的时候 这个社会内部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矛盾冲突 那么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就意味着 矛盾的双方在人数上都占有比较高的比例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矛盾的冲突 引发社会的变革 引发社会的动荡 那么在人类进入到近现代文明之后 任何一个社会的动荡 矛盾的双方基本可以划分为 一方是代表社会的进步 一方是代表社会的保守 这里我要强调三点 首先这种划分并不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 因为进步和保守的定义范畴 要高于某一种特定的思想意识形态 第二点就是我这里所说的 进步和保守是两端 那么有的人就会问 那么还有中间派怎么说呢 实际上当社会矛盾逐渐激烈的时候 中间派就会迅速的分化 中间派往往会根据自身的选择 加入进步一方或者是保守一方 会成为进步一方中的相对保守派 或者是保守一方中的相对进步派 第三点呢 我所强调的这里我用的是保守 而不是落后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接受教育的时候 因为教育者的别有用心 所以故意说成了进步和落后 但实际上 人类进入到近现代文明之后 与进步对立的并不是落后 往往是保守 保守并不是代表着不赞成进步 而在如何进步这方面和进步派 有了比较大的分歧 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比较大的区别呢 是保守派中的相当数量的人 认为社会的进步 社会矛盾的解决 应该是相对平缓 有耐心的 保守一方里呢 的确是包含着相对落后的群体 那么保守派中认同进步的这些人呢 往往是希望跟自己处于一方的落后的群体 能够主动自发的跟上进步的步伐 而进步一方呢 往往是认为落后的群体 必须在外力的作用之下 被动的跟上进步的步伐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 很难说谁对谁错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 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共同的作用之下 实现向前的进步的 不过呢 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当社会的进步程度 落后于时间要求的时候 那么这种来自于时间的紧迫性 就会造成矛盾的迅速激化 这个时候呢 矛盾的双方 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 在很多时候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关于这个矛盾的争论 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在矛盾发生的初期 争论的重点 往往是矛盾的原因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 争论的重点 会变成如何解决矛盾 但是到矛盾迅速激化的时候 争论的重点 已经不再是如何解决矛盾 而是如何把争论的强度 或者说矛盾的爆发程度 至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因为当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矛盾的爆发 所引爆的巨大的社会能量 往往已经在推动这个社会 在加速进步了 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 是要保证 这种激发能量的稳定输出 稳定的推动社会向前进步 而不是要让这种能量的输出 进步的加强 因为过度的输出 往往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矛盾激发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争论的重点 应该是可控 而不是继续的爆发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矛盾的双方 也就是进步一方和保守一方 实际上在矛盾爆发的初期阶段 进步一方的确是担负着 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这个主要责任 因为在矛盾的初期阶段 社会进步的动力往往不足 所以这需要进步一方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而保守一方这个时候 更需要做的是自我内部的提高 因为只有保守一方内部的那些落后的群体 尽量的提高自身的认识 才能够减缓矛盾的计划 当然想要彻底的消除矛盾 也不现实 因为如果矛盾能够容易的消失的话 也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矛盾了 所以这始终是一个相互纠缠 相互作用的过程 但是当社会矛盾的爆发 它的能量 已经达到足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 这个水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则是变为要保持稳定的能量输出 而不能进一步的过激化 那么这个时候 进步一方和保守一方 所要承担的责任 就发生了变化 对于保守一方来说呢 他们要做的是适应当前的这种能量输出 让落后的群体 尽快地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 那么在之前的阶段呢 保守一方实际上已经在这么做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很多落后的群体 他们是被动地接受 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 那么当能量输出 进入到稳定阶段之后 他们需要做的 是从被动变为主动的接受 实际上呢 当社会矛盾爆发的这种能量输出 需要变成稳定持续输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重点 实际上是平衡这两个字 因为只有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 才能保证能量的稳定输出 而对于保守一方来说 他从他的组成上 就有在平衡这方面的优势 因为保守一方本来就是由落后的群体 和认同进步理念 但同时对落后群体 具有更多耐心和包容性的中间派所组成 所以他天生就具有更好的包容性和平衡性 因此和矛盾爆发的初期不同 在矛盾的爆发能量需要稳定输出的时候 保守派反而变成更加适应客观要求的一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进步一方反而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因为进步一方在之前 一直属于是天柴家伙的一方 那么现在能量需要可控 需要稳定输出 这就需要进步一方做出比较大的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呢 不能是被动的改变 必须是主观意识上做出的主动改变 因为如果说整个的社会变革有时间的限制 那么进步一方 在社会变革能量需要稳定输出的时候 他们所需要做出改变的时间限制 则更为急迫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说 这起步很不公平 那么作为进步一方 你既然选择站在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这个位置上 这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我们人类个体呢 在思想意识上的惯性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 我们人类个体又有从众心理 这个巨大的心魔要克服 所以进步一方 即使有少数人 意识到了客观形式的关键性的变化 但是呢 整个进步一方 要想在思想意识上 获得及时的调整 是很难做到的 既然主观意识上很难做到 这个时候呢 最少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 帮助进步一方 尽量的做出改变 那么这个力量呢 自然是来自于保守一方 这是为什么社会变革 越到后期 保守一方和进步一方的平衡 就显得格外重要的原因 否则进步一方呢 就会像脱缰的野马 根本不受控制 最终让社会进步的这辆马车 彻底的翻车 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讲到这里呢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意识到 实际上进入到社会变革的中后期 这需要进步一方 自我的反省 自我意识的提高 可是我们人类个体呢 文明程度发展的越高 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的难度也就越大 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身处于社会之中 被复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紧密绑定的 人类个体 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 所涉及的各种因素 也越来越复杂 所以要想做到真正的 自我检讨 自我反省 是很难的 甚至有些人呢 在做自我检讨 自我反省的时候 会产生更为极端 更为错误的想法 所以进步一方 在需要自我调整的时候 他和所有的人类个体一样 也需要克服 从中心理 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 自主性和差异性 但这些呢 都是对包容性提出要求 可进步一方 他对于包容性 有先天的不足 而当他自身需要 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的时候 如果说之前 他的包容性先天不足 反映在 他对保守一方的态度上 那么现在呢 这种对包容性的先天不足 就会直接作用在 进步方的内部 因为进步一方 真正的调整 是需要进步一方的 所有的个体成员 尽量的在主观上 能够完成自我检讨 和自我纠正 但这种 对个体的自主性 独立性和差异性的要求 恰恰和进步一方 之前所带有的那种 强烈的非包容性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么在这种 进步一方内部 激烈冲突的爆发之下 进步一方有些人 就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想法 比如说有的人呢 就会认为 之前和自己并肩作战的 进步一方的其他同仁 背叛了原来的共同理想 成为投向了 保守一方的叛徒 还有的极端想法呢 会认为 进步一方内部 所出现的这些矛盾 是来自于 保守一方的挑拨离间 那么只有把保守一方的领袖 甚至是保守一方 所有的人类个体 全部的消灭干净 那么进步一方 也就风平浪静 大家可以为了 共同的理想而进步了 那么像这样的例子 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 比比皆是 而这两次 对特朗普进行刺杀的行刑者 也属于这种极端的想法 而在这种极端想法 在进步一方的内部 开始陆续产生的时候 进步一方 想要靠自我的调整 完成自身的改变 已经非常的困难 这个时候 如果进步一方 得不到外力平衡作用的话 那么进步一方 很有可能 就走向极端化 而社会进步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向前本部进行的这种目标 也根本实现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进步一方 就格外的需要 保守一方的平衡和制约 因为只有这样 才会避免极端化的社会思潮 社会状态的发生 所以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 无论是进步一方 还是保守一方 都要明白 现在这个时代 对他们双方提出的要求 和他们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平衡 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进行 只有这样 矛盾激发的产生的能量 才能稳定的输出 才能在可控的动荡范围之内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